谢谢周庆老师 来 曲总 男孩你做的生意是卖鞋 对吧 鞋它不是一个快速消费品 所以你是需要大量的时间 跟新的用户去解释同样的问题 所以它一定会占据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你开始和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是这个状态呀 你没有变 即使你有了线下的实体店 你只能变得更忙 但绝不是工作影响了你们的感情 而是你在这种工作当中 对于感情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换 你说你只把它放在心上 对吧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做销售的 如果你只把客户放在心上 客户会买你的鞋吗 同样 你只把它放心上 它会领你的情吗 因为你都没有去付出 你千万不要打着工作的幌子 去实现自己的那份娱乐 打游戏 对不对 但你说我24小时要待机 24小时要准备客户的问题 可能吗 这里面24小时里面 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工作 多少是在自己 在去享乐 而又把它放在了哪里 你以为你给他收拾一次鞋子 就可以了吗 居然因为一次简单的吵架 就把看电影放弃了 所以你对他太没有耐心了 所以问题主要是出在你这里 女生的问题是 他不知道从何下手 因为他被你以工作为一个借口 根本就看不清你了 不知道你是忙于工作 还忙于别的 所以说呀 此时女孩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你到底在忙什么 好好看看这份感情吧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你 绝不是工作 如果你对这份感情 真的是认真的话 坐下来好好聊 留出时间来了解这个女孩 同时最重要的是 问清楚自己 自己对女孩的感情还在不在 还有没有 如果短期你根本就没有 结婚的规划 而这个女孩是要考虑 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可能是需要重新再决定 是否还能在一起 如果还能 那就要把你的时间流出来 把你的人 把你的心 留在这个女孩身上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